除了军事方面渲染两岸对立 民进党当局又打抗中派 试图转移选情脚点 台湾媒体报道称 台政务部门发文暗讽导内艺人言论 引发台湾舆论强烈批评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带头霸凌 还操作抗中议题 是想挽救陈世忠偷窥争议 对绿营选举情况造成的影响 据台湾中时斯文网报道 几个月前有台湾艺人 在大陆综艺节目中表示 因为早年家里经济压力大 没有吃过什么海鲜 我在台湾长大 我是广东人等等 结果被绿营政客断章取义 认为他在贬低台湾 台政务部门还在社交网站发文 其中一个例句写道 笑死竟然有人说 在台湾吃海鲜很奢侈 引发舆论质疑 民进党当局是在带头霸凌 台湾中国时报文章称 该艺人谈的是自己的个人经验 竟然也会冒犯到岛内绿色集团 是这些人的玻璃心太脆弱了 还是绿营网军逮到机会 就要曲解他人的意思 修理人呢 也有分析认为 岛内发生杀井案后 台政务部门社交网站页面 没有针对该案发出任何一篇贴文 而现在针对艺人言论 却可以迅速跟风发文 台政务部门不务正业 无能维持治安 却可以花公筒帮民进党打认知战 在台湾民众看来是满满的悲哀 不要在自己通报里面制造敌人 我都不想回应这些问题 台湾其实还有更重要事要应付 有台湾网友发现 相关艺人言论出现的时间 距离现在已经有两个月 却突然引发讨论 时间点颇为凑巧 对此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德维认为 这就是民进党的操作 预先准备素材 等待时机丢出后 就由绿营和网军出征 而此次针对艺人言论的事件 就是为了挽救陈时中的偷窥影片争议 对绿营选情造成的影响 想利用所谓抗中牌 唯唯救兆 相当悲哀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 由党内议题研究中心 公布最新数据 蓝绿白阵营 8月初以来的网络声量显示 陈时中在爆发证件宣传片 偷窥争议前 每天平均网络声量 约为1.6万左右 偷窥影片争议后 就创下了单日4.8万的声量 但多数讨论内容 对其宣传影片 抱持负面批评态度 而9月6号当天 岛内对于台湾艺人言论的 声讨声量就将近5万 比三位台北市长参选人的 讨论声量总和还高 分析认为效果相当显著 但后续能否挽救选情 还有待观察 感谢观看